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 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L直播比赛解说 继续带来SRI国交竞赛第五赛季的半决赛 Vega对战VGJ双方BO3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VGJ基本上就是一个全面碾压 直接把Vega给斩落 然后看看第二场比赛Vega的这个搬选 前两手呢 他们在搬选上面是把这个狼人跟DP都放了 然后呢 搬掉的是全能电锅和小小 前两手在对方一抢了DP以后呢 果断是拿出了AA和大屁股两个英雄 那么VGJ搬掉的是烧头龙小狗和夜魔 在第二手补了一个船长 这个FID的船长应该是 讲道理这个Vega真是头铁 铁头弓 这个竟猜没意思 从主舞台降为打击 也是 也是 这个主舞台的这个问题我 我忽略掉 可能应该下回不开这种吧 Vega在第四手搬掉的是神域者 那么也是为这个AA铺路 AA铺路的话 从Vega的英雄持上来说的话 这两个英雄拿出来的次数也不算少 胜率也不算低 看他们实战的一个效果吧 第四手的班人本 搬完了以后第五手想了非常久 那么VGJ也是在第四手搬掉了一个拉比克 那看看后面他们在这个BP上面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我个人还是蛮希望VGJ能两场比赛直接结束的 因为这样的话后面的比赛 因为今年也有三轮比赛 两个BO3一个BO5 压力也是比较大 也是看看能不能够快速的结束比赛 VGJ选择是在第五手搬掉了海民 而Vega则是搬掉了Lion 第三手Vega抢出来了一个TB 那这样的话估计飞机应该会登场了吧 塞拉的DP 菲瑞斯飞机应该已经是预定了 三号位这场比赛比较有可能拿出来的 五号位还是放了萨尔这个点 继续拿萨尔呢 三号位这场比赛比较有可能逃出来的 现在其实想大家还在 想大家还在 但是现在没有想大家的位置 这个比较惨 VGJ的套路是不是太少了点 是呀 最近他们也在尝试扩充自己的英雄池 但是没时间训练 说打TB有什么很好用的英雄吗 TB的话 打TB的话Tinker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 Doom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Tinker跟Doom 还有要是再有的话呢 其实大胜也是一个选择 大胜用来打TB比较少人去用 但其实是可以打的 因为TB这英雄需要比较多的时间站在原地去输出 然后大胜可以比较有效的去限制他的输出 特别是当队友有一个人能帮他去定位的一个时候 这场比赛VGJ在第四手拿出了一个小强 小强这个英雄用来打萨尔跟船长都非常不错 打DP的话 一般 因为DP的伤害大部分都是持续掉血 他的大招 他的这个吸血都是持续掉血 单次伤害不够高 但是他打萨尔很好用 因为他可以利用萨尔的这个离听之机 引身过去 靠近这个离听之机的位置 开皮定住对方 还可以利用这个皮比较好的去解决船长的船 这个也是一个小强这样比赛登场的一个原因 那么最后一手看看VGJ在另外一个大哥的位置上应该怎么去选 从他们近期的这个大哥英雄池来说的话 这场比赛为直接搬掉的到不是很多 当前位置就搬了一个烧通龙一个狗 但是这个比赛为什么队伍这么少 就是一个普通的minor级别的比赛 而且他前后加的大型比赛太多了 所以也没办法 很多队伍就不参加了这种比赛 VGJ在第四种拿出的马格纳斯 皮血洋的马格纳斯 那么一号位的话应该就是要考虑一下 剑胜巨魔 这两个英雄是最主要考虑的点 看看这张比赛VGJ的这个第六手的一个班人 应该是剑胜巨魔二选一 选择搬了个虚空 搬虚空其实这个选择是没错 因为对方有一个虚空配萨尔配DP的这么一个组合 而且虚空可以让马格纳斯去加上一个兽力量 效果比较好 效果比较好 但是呢 你放了剑胜和这个巨魔的话 配合萨尔的这个框纳 马格纳斯的兽与力量和大招船长的这个技能 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放出来的话 其实仍然是不好处理 最后一手VGJ选择搬掉了一个运勇蜘蛛 这场比赛运勇蜘蛛好像不用搬 感觉应该是不用搬 我刚才说拿死问也行 其实死问是一个优先级比较低的选择 因为就是你这个这个东西 马格纳斯的兽与力量所带来的一个提升 就如果是能给到坚胜这样的英雄的话 那就相当于是把这个 大概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把一个1米 把一个1米79的人 变成了1米81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他只能增加两公分 但是他能够把一个1米79的人变成1米81 这个你就这个感官上一下就非常的不一样了 对吧 如果是给到这个死问身上呢 感觉就是给了一个2米01的人到了2米03 你知道就是这种感觉 就感觉2米01到2米03 你感觉这没有什么区别 好像没有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给到坚胜身上就不一样了 他绝对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变化 而且实战当中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最后一手拿出了亚龙 这个Viga基本上是把自己的 这个所有的绝活英雄都拿大便了 其实有些观众可能会说 这个觉得VJ在比赛当中的套路少 Viga这个队伍其实也不多 他们的套路都是 相对来说也比较固定 因为他们的整个的一个英雄池 从拿的这个数量上来说 这两场比赛他们都没有拿拉比克 实际上拉比克是他们在过往比赛当中登场最多的英雄 然后就是小狗 这个显影方灵 乌依 土猫 先知 大树 夜魔 双龙 亚龙 帕克 小小 亚巴顿 大屁股 老陈 TB 狼人 DP 基本上也就这些 就是登场次数比较多的 也就这几个英雄 就是相比之下 这VDJT实际上登场次数多的英雄 甚至比这个Viga还多一点 只不过呢 就是Viga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呢 胜率还比较不错 看他这两场比赛双方的一个实战吧 那么弗雷兹的剑上 塞拉的死亡先知 废德的船长 DDC的萨尔 但是VGJT这个比赛啊 如果他们还是延续着现有的这个英雄池 去打这个比赛的话 夺冠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很遥远 就是即便你可以依靠着 自己在过往历史的这个战绩当中 能够去战胜一些不太强的队伍 但是面对强队的时候 一旦你的这个三个核心英雄被搬掉 VGJT的整体胜率 是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下滑 说白了就是一旦DP狼人跟这个 电棍 电棍这三个英雄被搬掉 如果是对方先搬先选 再抢你个小巧 那就彻底没得用了 几乎所有的战术都是围绕这些英雄展开 当然这场比赛拿出一个马格纳斯加剑胜的这个组合呢 也算是 也算是一个新的套路 但是这个套路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了 只不过是这场比赛他们拿出来就用了 感谢石川医下的车票啊非常感谢 这里一个穿刺并没有中啊 并没有中 Frazer这里选择是开转 我会走 但是Frazer的这个移速本身并不快 这三个人的合击给的减速加小强的下一个穿刺CD有点久 小强有一个版本当中是把他的这个穿刺的CD加长了很多 CD延长了很多 所以也是导致这个英雄现在前期的一个对线击杀游走能力呢 要变弱了不少 当比赛刚一开始呢 Frazer的剑胜配合萨尔两个人在上路 是一个比较容易形成击杀的组合 Vika这场比赛如果是在上路选择钢三的话 剑胜的日子可能会难点 但是下路你放一个TB单是不可能的 TB这个英雄单的话你基本上就把它做保稿了 面对对方马格纳斯加船长两个人的话 这TB这场比赛可能会从头死到尾 船长这里也是TB到上路 感觉好像还真的是要在上路钢三 钢三的话这个VGJ选择这里 直接REO最少杀一个 船长来了以后直接一个水 水接了两个人再加上剑胜的转 萨尔的电 那么Vika这边又是被VGJ拿到了一个一血 Vika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这个自己没拿到一血的比赛 屈指可数 非常非常少 大部分的比赛他们都是可以拿到一血和十杀 前期的一个堆线的强度非常非常的大 这里AA过来以后呢 跟塞拉队A一会儿 但是这个AA跟塞拉队A是A不过的 AA这个英雄前期不能扛压 他不能死 他不能死 而且最好能杀到人 或者至少你让他在线上能够混一些等级 把血买出来 否则这个英雄很容易就变成一个从头到尾 都没法发育的英雄 感谢Tim Harris的车票 还有XMOCJ的车票 50个饭团 10个烤鱼和10个便当 非常感谢 摸摸摸哒 烤鱼套餐 这里小强又是勾了一波兵 但是被船长 这个小强是不怕你船长这么追着A的 对于小强来说 这种平A就跟不存在一样 掉血跟不存在一样 大屁股这波直接回到塔后呢 小强可以 其实这个小强是没有必要这样这么怂的 他跟船长对A的话也完全不虚 船长毕竟没有他那么变态的一个天然回血 大屁股这里是利用自己这个比较高的攻击力呢 来欺负欺负船长的这个补刀 船长这边感觉 人生无望赶紧溜 补刀方面目前赛拉在中路是压制了一点点 这个正步方面压制了一点点这个亚龙 但是这儿囤了三个兵 已经超回来了 赛拉这波 这个鸡 这边是吃了个加速神符 跑过来把鸡偷了 但是为了偷这个鸡成本也是很高啊 给塔干了个爽一张TP回家 残血回家 下路TP目前的这个补刀是反补非常多 反补捐兽七个跟正五术一样 感谢97的烤鱼 萌新的烤鱼 还有各位大佬的饭团子 这样比赛到现在为止 这个VGA的对线方面呢 三条线应该说都是护肥 两边都处在一个护肥的一个状态 经济方面目前暂时VGA领先一点点 DC的这个萨尔这样比赛还是比较稳 TP目前在下路的这个正五反补是被这个马格纳斯压制的比较惨 这个没办法 一方面马格纳斯本身的攻击力并不占劣势 然后马格纳斯还有一个技能可以消耗 再加上在补刀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分裂的一个伤害去进行一个耗血 这里又是一个又是一个补刀 他们上路这个小强 框住了那就死了 框住了基本就凉了 这回是一个穿刺拼掉DDC吗 没拼掉 自己好像是要被转死了 一刀爆击直接转死 看看大屁股手上有四个魔伴 哎这个绕了一下绕了一下的话 这个大屁股绕没了 被绕没了 而且中路这里亚龙也是被船长过来 拉回来再给一个合机直接带走 nice啊 VGJ在前期如果打VGA能够打出优势的话 那基本这个比赛就又是一场暴打 VGA这支队伍他们在劣势局的时候 是完全不具备能够把比赛给赢回来的一个能力的 说白了他们在劣势局的时候 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打这个比赛的 不知道他们赛区的这个路人局是一个什么样的风俗 中国战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劣势局能够处理的比较好的原因 是因为在天梯局的时候 就我们已经打惯了劣势局了 那打天梯的时候我们很习惯打劣势局 所以就是我们在面对劣势局的时候 并不会觉得怎么样 但是有些赛区 就我自己去这个比如欧美赛区 经常会有那种就是一劣势就直接打GG 等着投降就感觉跟那个20投的那个感觉似的 就稍微一劣势就准备投 这个情况是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 而且在这个游戏部分国外的一个赛区 塞拉这里呢已经把血补满了 这块有一个眼看到了这个船长过来蹲 那么这样的话小强的这个位置呢有一点尴尬 把墙这里过来以后把船长的这个雾给 正好把雾破了 这里中路穿刺中加上一个寒冲之族 DP这波肯定是凉了 DP凉了的话船长应该不会出问题 没有后续技能 TP在利用自己一波变身 把这个补刀补上来了一些 TP打这个马格纳斯的话 在没有变身的时候是吃亏 有变身的时候可以占一些便宜 这波剑剑这个转开的有点 有点晚了其实 早一点开的话可以多耗一点血 这马格纳斯现在是 等级方面呢要比这个TP吃一些亏 TP这里到六级 应该是要留点 讲道理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是留点 因为血线很不 很不安全 这个时候他的血线 手上有九个魔伴 然后他随时要去准备面对对方 有可能对他进行的一个击杀 这里看下大屁股 给上一个火雨 但是没有框 大屁股没有框 这样的话感觉塞拉这波又跑了 给上一个饥寒之处 给个饥寒之处A一下 没有给船长给一个水掩护撤退 前级人都是来到一个4比1 不到方面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VGA领先一点点 两个大哥呢 发育的都还不错 那么三号位的大哥发育的也还说得过去 经济方面目前VG 是VGA领先了不到1000 下路TB这换一波血 果然是等了一会自己的蓝量 血量低了以后呢直接换血 皮蟹羊这里快到6级了 但是没蓝 他现在身上的魔伴的层数也比较少 今天打决赛吗 下路这个马克纳斯现在没有蓝 但是有魂界 有魂界的话直接顶走就是了 TB这波变身呢 倒不用不至于浪费 可以去耗一波塔的血 不过这里船长跟剑胜两个人 是直接来到了下路一波开悟 马克纳斯到6级 这大招是没加 自己破雾了以后 看看剑胜往 这个TB往回走 这里被对方插水回来 没有换血 那这个TB死了 TB临死之前想换掉PG 然后没有成功 直接被剑胜转死 这样的话剑胜转死了 这个TB以后呢 还可以再追一下 因为手里还有个大 要进树林 进树林 卡一下视野 开朔 无敌斩过来 直接秒杀 nice 菲莎斯完成双杀 6比1的一个人头数 而且现在大哥位的一个经纪 已经是实现了完美的一个碾压 剑胜现在已经来到了4400的经纪 通过这个双杀以后 TB的经纪2900 大屁股2900 接近3000 然后亚龙现在只有2700 刚比赛VGT又把对面给炮打了 大屁股这个地方选择是原地下火鱼 但还是要死的感觉 这里被递回来了 漂亮 这个是大屁股自己操作上的一个失误 他在逃生的时候 应该是尽量 尽量站在原地不要动 尽量站在原地不要动 让这个萨尔的恶尽片 是尽快生效 而不要被这个 因为你一旦移动的话 他会有一个往回走的这个弹道 这个技能实际上会产生 一个弹道一样的效果 他说你觉得VGJ有机会拿冠军吗 我个人感觉他拿冠军的概率不是特别高 感谢Tim Harris的 Harris的这个便当和一大堆的烤鱼 鱼儿的饭团子红领巾 文心的666 无尽007的红领巾 谢谢各位 在双万人多数来到了一个7比1 中国队要想拿冠军 尤其是VGJ要想拿冠军的话 他们现在的套路不够 就是说他们熟练的这个阵容的数量不太够 然后BP方面过于容易被对方针对 这场比赛就如果你拿VGJ去打VGA的这个比赛 来去作为他们实力 硬实力的一个判断的话 其实这个对手是有点太弱了 AA这波直接被打死 这个AA已经是成了一个无底洞了 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底洞现在 看一下VGA这个位置是跟自己的小强开一波物 但小强还没有到6 小强没有到6 跟一个巴基亚龙去开物 我觉得除了酱油 他们谁都打不死啊 这个两人 输出不够啊 这个地方 还是再往上找 准备只能找的话 找的话也只能找到一个萨尔 别人谁都找不到 到塔后有眼吗 也没有插眼 也没有眼可以用来插 这个地方Frez是吃到了一个隐身符 这里TB 萨尔现在是5级 马上到6 到6了 到6有大招 这里小强一个空插 TB直接变身 锤一波这个肩胜 肩胜手里面没有无底斩的蓝 开一个棒子 TB这直接一个换血 一个平A 还有追DDC 看看另外两个人在追这个肩胜 肩胜这里砍树 接着往外走 拿自己的棒子疯狂给自己加血 小强又是一个空插 空插的根本停不下来 看看AA的这个大招能不能撞到剑胜 你眼 AA的大招还真寡是剑胜啊 但是位置给的不是很理想 没有看到对方 这一波进攻呢 等于是只杀掉了对方的一个萨尔 不过还好 TB好在是没死 对于这个VGA来说 那么人头数来到一个8比2 终于又是达到了一个人头 还是难啊这样 不出一败的话 这场比赛 实杀肯定还是 不出一败的话 实杀应该肯定还是 VG能够拿到道 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8比2的人头 想要让这个VGA 现在以这套阵容 和当前的一个发育情况 说打出来一个8比0 或者8比1的 这个 小高潮的话 应该是做不到 我个人感觉 这位就直接一个船撞过来 亚龙这里还差一下直接 A死 9比2 他说直播有些一顿一顿的 一顿一顿的 我自己这边上船暂时没有问题 你们看一下是不是那个什么的问题吧 看一下是不是线路的问题 更换个线路试试看吧 诶 之前那两场比赛的视频上船我忘了挂了 中路这个地方 诶 一个大招砸过来 砸中两个人 剑胜开转 留住小强 小强这里直接一个风群带走 双方伸头数来到10比2 那么经济差是4000 上比赛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已经拿下了的感觉 现在大哥位的经济领先非常大 而且DP加剑胜这种组合的话 推打推起来也很快 马格拉斯现在身上是密法加人跳刀 经济也是相当的不错 这里跳刀过来 一个大招定住 推过来一个大屁股 萨尔框大 萨尔框大有A 这个大招又是砸中两个人 船长这个船 船长这个船 好像是没有其他太好的一个效果 TP从后排包过来以后是击杀到了DDC 塞拉这里被给上减速以后 TP在追着给输出 这里风杖吹一手自己 插水起来以后 塞拉这个地方还在扛 最后还是被吐死了 还是被吐死了 TP呢则是被一个恶念撇式 钉回了下路 这个应该是 被钉回下路 没有能够继续形成一个 后续的一个追杀 应该是被钉回去的吧 这部 萨尔好像是在临死之前 我记得给了一个恶念撇式 这个号没有大老师 这个号没有大老师 所以我们看不了大老师 双方人都说目前是一个4比12 VGA落后这4000加的一个经纪 守高地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场比赛 VGA也不是特别的好手 因为虽然有一个大屁股 但是除了大屁股以外呢 能够对守高地 有比较靠谱的帮助的 就剩一个亚龙了 一个火羽 一个幽冰剧毒 就这么两个东西 然后但是呢 剑圣有棒子 剑圣的这个棒子呢 是一个在推荐的时候的 一个神器 不过话说 这场比赛 这个Frazer的加点 还真是有点毒啊 硬生生是选择 去主加了这个剑舞 而没有选择去复补这个棒子 小强这个位置呢 还是可以看到对方的剑圣 但是自己的队友 这个时候是没法过来去帮忙的 大屁股这场比赛 不出意外 第一件装备 应该会选择先出吃虹甲 其实这场比赛 他先出笛子吃虹甲都可以 这两个道具都是比较需要 这里插水 这个大屁股第一时间 并没有选择去开大 A的大招砸过来 虽然没有砸出伤害 但是寡到了这个效果 这里小强给上一个穿测 击杀掉了TP 看来是在留下船长吗 船长这波怎么说 船长这个位置给了一个水 但是这个水被对方躲开 坚圣这时候赶到战场 大屁股开大 看一下小强 小强被斩死了 这个地方大屁股要死 大屁股没把队友带回去 漂亮 TP在上路 现在TP在上路 并没有机会 马格纳斯一个大 加坚圣输出 直接砍死亚龙 亚龙林子今天吃了一个魔伴 多拖了一点点时间 由于TP是在这个位置 TP在这个位置 他刚才是在这个位置打钱 然后自己的队友在下路的话呢 他自己身上就没有 他自己身上这个TP过去 又没有变身 这波最后的一个结果 还是VGG赚了 拼掉了对方的三个人 而且是逼了一个买活出来 这里看下小强给让一个穿测 中 这个小强可以单杀了 马格纳斯这波 被这个岩给阴了 而且小强在开大了以后 终于是找到结果杀了个人 不容易啊小强 开张了呀 游戏打到16分40秒 终于开了个张 塞拉的DP 下一下装备在封杖以后 也是直接选择去做这个BKB 相比赛目前打到17分钟 7比15的一个人头数 VGG还是领先着4000加的一个经济 单纯的就从这个经济 还有现在的一个发育情况来说的话呢 VGG应该说现在还是形势一片大好 尖胜这边是狂战然后准备出一个双刀 双刀也已经出了一半多 马格纳斯现在手里边大招还有40秒 TB这里过来是直接给上一个倒影 但是倒影只能是攻击本体 小强这里又是开着大招过来接着逛街 这场比赛话说这个反影都在哪儿啊 萨尔手里面现在有两个真眼 这两个真眼应该是要铺路口 这个真家眼全都被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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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强也就等于知道对方这个真眼的一个位置 一会儿不过来就是了 盯着你身上这个眼 只要你身上这个真眼不再消失 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往其他地方插 VGG这个进攻下路 下路二塔的话应该是要保证提前插好眼 这里已经提前插了 小强的一个大招时间快到了 简则是插了一个眼 但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现在两边来人的话都是很容易看到 因为这个地方路口挺宽的 那个热剑又没了 小强下一个大招的CD还有10秒钟 TP目前的经济是910000 坚胜是接近11000 也就是差了接近2000的一个差距 看到了对方的这个的一个波 这里开大过来找人 但说一说VGG赢了我就觉得很心慌 你不用心慌 我这已经证明了我不是毒奶好吧 正经的这个比赛的一个局势解说 我还是要做的耶 先生就要开转往回溜了 小强这个位置呢 由于对方萨尔山的这个针眼看着还在 这哎 这个杀粉撒到了 而且这里给水起来了还 给上一个插船 小强开皮定做 这里再跑 可以了 应该是打不死了 这个应该是打不死了 因为没有粉了 小强 哎哟小强这个地方 小强大招到时间了 小强大招到时间了 我没看到大招持续时间 这个就有点尴尬了 他其实大招如果没到时间的话 他这波应该是死不了 因为雾已经到 这个粉已经到时间了 这场比赛小强按照他现在的这个发育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本场比赛拿到A帐也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几乎是 他如果能拿到一个A帐的话 这场比赛手高还是比较好手 你小强出到A帐以后 稍微撑一点点肉桩 撑一点血 这个家伙会非常非常的硬 因为A帐小强的回血 我没记错的话是按照百分比回 他撑一点血上线的话 会让自己的回血变得特别快 还是帮助很明显的一个 下路这个地方剑胜 看看剑胜 选择应该是要赚加TP了 不出一万的话 这里直接给穿刺 A的大招砸过来 TP变身 一顿输出 没有去给赚加这个TP的机会 剑胜这个位置其实瘫了 他如果想要钻树林撤退的话 就应该进树林直接开转 然后TP就完了 不过他刚才转是不是CD了 我记得好没CD 我记得我切到他身上的 都说这个转没有进入CD 这波剑胜节奏被断的话 目前对于这个TP的经济领先呢 也就只剩下1000多了 这波是被小强杀的 给了672块钱 这样小强的这个大骨灰出来了 TP这波呢 在下路因为剑胜不在 那TP的变身也是刚开没多久 直接把这个下路的塔给推掉 TP这场比赛的出装方式还是比较传统 加队天鹰分身这个魔龙 并没有去走双刀的一个路线 不过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话 VGJ也完全不用慌 因为优势还是很大 这场比赛毕竟他们是三合都很肥 而对方现在是一个TP毒肥 TP毒肥的话又是一个吃变身的一个英雄 所以到现在来看的话压力并不大 这个肉身盾应该是给剑胜 TP现在不好杀了 一个TP目前 风胀加上这个 这个A这个位置过来 一个大招扔出去以后 这原地插一颗真眼 剑胜过来加上这个马甲纳斯 一个波直接带走 诶 这波送的有点莫名其妙 完全没有道理 那个在对方打完肉身盾以后 往那样的一个位置去走 这波可以直接上高了 DP现在有大招 诶 被打死了 那么TP的变身呢 应该也还在赚CD 不上高吗 没有直接上高 拆了个2塔 有上高的机会 因为TP没变身 这个正面要守高的话 基本只能靠大屁股 跟这个明天亚龙的AOE 这马甲纳斯一个冲 哎 看见了 这个亚龙这被对方找到了 有点尴尬了 这里一个大推推 然后选择是一张TP 马甲纳斯一个大 大猪就不让你走 就不让你走 这样的话这亚龙凉了 他说皮鲫羊这个大招用的 也是真舍得用啊 其实这个时候去用大招 拆掉杀对方一个人的话 感觉不是特别的转 讲道理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转 因为这个亚龙其实真的很穷 没多少钱呢 感谢咱们各位观众大佬的打赏 我这边解说的比较巨精会真 没有来得及去一一感谢主委 VGJ对自己的后期好有信心 别想这块已经是有了引刀 这里开个圣坛补一波 这块这个眼呢 是Vega的眼 他看到了这个马甲纳斯 过来以后开了引刀 所以也是放弃了再继续去 在这个地方待着的一个 等对方的击杀的一个机会 小强身上做出来的是一个大骨灰 然后准备去耕一个风杖 建设目前是狂战 BKB双刀 加上隐身符 这身上还有一个肉栓盾 小强被对方撒一个粉 回身穿刺 被一个转直接躲开 那么这样了 小强还凉了 这里 Fraise直接完成一波双杀 VGGT这样一波 直接选择上中国高地 然后比赛赢了 这波应该是 打凶一点的话 直接上高就可以了 你在干嘛 没兵线好像 没兵线 兵线有点可惜 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位置 是有兵线的呀 其实这个地方是有兵线的呀 这个兵线是刚刚被清掉了 梦游解说 差不多 是挺梦游的现在 他说老干爹的套路 你认为现在怎么样 老干爹 好久都没在这个 大比赛的舞台上 露过脸了 这个 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套路 和打法 别人不适应 是正常的 这大屁股直接选择是开大了 萨尔德恶念骗事 没有来得及 TB目前的经济是14000 这个家伙他现在的装备呢 是在这个 之前的装备基础之上呢 逃出来了一个BKB 这样比赛 他出BKB的话 其实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于 能够在这个 萨尔的技能里面 去放出自己的这个技能 诶 这个地方是 呃 两个人的技能好像放虫啊 船长的标记给拉回去了 你剑胜身上的肉山盾还在 但是这个剑胜的一个盾 马上就没了 马上就到时间了 所以干脆选择卖了 这里小强开皮过来撞一下 肩上起来以后挨了一个A的大 开着转往后撤一下 还要上啊 诶 DP大招的时间不多了 你们还要上啊 这不能上了吧 强行过来杀一个大屁股 两个大哥的BKB全都开了 TP的这个大招也要结束了 走啦 走啦 赶紧走 赶紧走这个时候 大屁股满活 看看萨尔框大 TP直接开起BKB 直接给上一穿二 有没有繁衍 有一把粉 撒一把粉以后 马上这里想推推走一下 小强开皮 定了一下对方的这个 萨尔 定了一下以后 看着马上司应该是被这个大骨灰 有可能要 雷被大骨灰给弄死了 但是落地以后 又是被一个框框住啊 咦呀 VG这个上高上的呀 上高上的真是送的有点离谱了 这波等于是把坚胜的盾弄没了 DP被杀了 萨尔被杀了 马干达斯也被杀了 然而对方只死了一个大屁股 大屁股是买活的 这 就没必要上了呀 这波 就坚胜的肉山盾毫无价值的就给了 然后DP的大招时间剩下了 大概也就剩下三分之一 你这么强行往上冲 这不是作死 这真的有点作死的感觉 看一眼小强 小强这波应该是不会对坚胜弄手 TP这波身上吃了个双倍 两个人过来 这帮人过来去磨一磨这个二塔 但是看到VGT的人活得差不多了 也赶紧选择撤退 TP没有变身 DP没有大招 这个正面团两边都不会去打 萨尔这已经直接掏出一块宝石来了 DEC这场比赛也没打算出一仗 没看懂刚才下路这波上高是为什么 其实挺亏的 你这么去上一波 又没杀掉对方的这个大哥TB TB等于是BKB第一波打成了一波手高的 你下一波再想上来的话 你没你下一波就没盾了 你不是说你下一波还有盾 你下一波就没盾了 本来第一次上高的时候这个技能 马格纳斯的跳顶 跟这个船长的这个标记就给错了 这两个技能就给错了 然后你又跑上去 强行的送了一个肉山盾 送完肉山盾又不走 大招的时间也快到了 打的挺莫名其妙的 不过VJT在后期中后期的处理能力上我认为还是比VGA要好一些 就这几天的比赛看起来还是要好一点 这个天灰的一个扫描是扫到了VGT 这这一波开悟 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在往这个左侧在撤 视野方面进攻眼只有现在这儿有一个快要到时间的进攻眼 这里又是临时新插了一个中路的线眼 这个中路线眼的话有一定防对方开悟的能力 看看 现在双方团队的经济差倒是还是拉开在7000加 经济差倒是不用太担心 而且坚胜不前仍然保持着自己无解肥的一个经济 马上能够做出来自己的蝴蝶 咱们这有观众动不动就说假赛 假赛不至于的 假赛不至于 这没有必要动不动就说假赛 这里船长一个穿色 中欧亚龙给黏住A的大招开脸 这波其实击杀的成本有点高 船长这个地方居然还想要开一个大招开皮 开开这个大招开一个TP走 这个想的有点太多了 那这样的话又被杀掉一个船长 这个时候船长被杀一下倒是给不了对方太多钱 因为船长本身经济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TP在出完了BKB以后下一个装备开始出冰眼 看看VGT这些人的装备 目前马格纳斯跳刀疯胀引刀宝石 剑圣呢蝴蝶出来了下一个装备做大大晕锤 你真的不考虑做个跳刀吗这个剑圣 剑圣这个英雄真心跳刀是制变装 剑圣出跳刀谁用谁知道 马格纳斯这块给个活鱼 剑圣呢赶紧往回撤 自己毕竟现在少个人 真跟对方刚正面的话呢不是很划算 而且这块有个眼知道对方后边有人蹲着 下一个肉山刷新的时间呢还有50秒钟的时间 两边就在肉山这个地方要来回来去拉锯一会儿 VGJ的肉山团打的应该还行吧 起码不会像牛逼那样 看下这马格纳斯顶过来一个TB nice TB直接秒 漂亮 PG羊还是关键这波 TB买活 这个地方看看亚龙开BKB也顶一下 但是AA直接被秒了 而且DP开始这个TP开始大招进来 看下大屁股感觉也扛不住 直接被打死了 小强吹风起来 TB赶到战场以后呢买活过来的 但是没有任何出出的机会 那这波结束了 这波已经结束了 死掉了三个人都没有买活 挑刀这里风杖留一个亚龙 亚龙的BKB也是结束 那这样啊临死之前是把坚生的棒子给点掉 TB这里原地开一个BKB 呃BKB往家跑 打不了正面 那这样比赛又是很快的就结束了 这个就属于是寻找机会的能力 这个有很多人一整天黑皮 然后我估计这一波又开始吹了 哈哈哈 就这一波又要开始吹了 给TB过来 变身已经结束了 变身结束了的话 直接一波两路 上路不推的原因呢 是因为上路的这个二塔还在 二塔还不在的话 估计也就直接推了 Frez毕竟剑胜 现在装备完全碾压 再加上DP的装备呢 也是BKB加冰甲打不动 现在就是VGA去 随便去个人把肉山收了 拿完肉山盾以后呢 他的实实地把比赛结束就可以了 这小强找到了一个萨尔 给上一个大骨灰以后呢 单杀一波这个萨尔想要 应该是死了 这骨灰烫死了 大骨灰这个东西的伤害 确实是太高了 VGA才是好久都没听过他们的消息了 VGA没了呀 VGA现在就是 VGA其实就是现在的VGAGT VGA就是现在的VGAGT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VGA这波是肉山盾没拿 被TB给拿到了 TB拿到肉山盾以后 现在荆棘又是再次超过了DP 奶酪应该是交到了大屁股身上吗 奶酪也给了TB 他就是打算让TB打 这个一条没有变身的命 和两条有变身的命 应该是这么想的 这里有宝石 有宝石 这小强 风胀吹起来 躲开对方第一波技能 但是你没风胀啊 没跳刀啊宝贝 没跳刀该死还是要死呀 一个波出来以后皮都没来得及开 直接被对方带走 VGA目前是破掉了两路 两路的大兵的优势 加上一万五千加的一个经济优势 加上大哥现在场面上无解肥 这边剑胜还是在安心的在憋自己的大晕锤 不过大晕锤这个道具也没毛病 只不过就是剑胜出大晕锤还是有一个问题 你应该怎么去切出战场 没有跳刀的剑胜切战场比较麻烦 开着转切吧 容易被对方直接A死 你不开转切吧 这个容易被对方控死 直接无敌斩进去吧 不知道自己从哪出来 所以没有跳刀的情况 还剑胜的这个大晕锤的效果 其实是一般 先出一个跳刀的效果会好一些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这个版本太适合国内战队了 你别着急好吧 你别着急 这个版本改变了以后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的一线战队 跟国外的三线战队的打比赛 等这个等这个跟国外的一线顶级战队打完了以后再说 大屁股这块是直接开悟大招 带着自己的队友过来 看到了马格纳斯 想象这里风杖直接戳起来 落地穿刺 A大一套技能直接带走 维卡在这段时间表现的这个韧性还是不错的 还是在四处的找机会 但其实正面一波团是刚不过的 TP这段时间还真是没少刷钱 又刷出来了一个冰眼 有冰眼以后 现在这个TB倒是有一定的刚正面的能力 但是现在坚胜的这个闪避处理不了 马格纳斯又买活 这波上来的话 VGA只要被马格纳斯买活留住两个以上的人 应该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你可以直接过去拆基地了 甚至不用去拆你的第三路 坚胜在中路带了一波线 带完了以后呢 跑到中路来把这个远程兵给拔掉 那么直接开转加TV回家 肩胜应该大云锤坐穿了 没留满活 心真宽 Fraze是心真宽这个人 就这种选手我真心觉得就 我跟你说就这种情况 你一旦被对方这个 你自己逛街的时候 身边没个宝石保着你 跟刚才的马格纳斯那样 你直接被打死了 你没留满活 对面一波推上来 你这场比赛要输了 这也就你的队长 不是爱沙尼亚拳击手 我跟你讲 这个是一个眼下开悟 我这位眼下开悟的话呢 今天有宝石你还眼下开悟 放弃了应该是 心是真宽 真的 你关键是 你要是说你差个 你比如说你就差个一二百块钱 或者差几十块钱 你没留满活 你死了以后 等工资都能等活了 那也还说得过去 你现在不是等工资都能等活 差一千多块钱 这还是刷了一会儿 没刷这一会儿 之前差两千多块钱买活 心宽的不要不要 也幸亏 就是现在两路大兵优势 真的是 两路大兵优势 这出不来这帮人 一直这个被兵线 被兵线被压制 这个时候肉三盾消了以后呢 Vika应该也是要慎重一点 这段时间因为 TB刚才已经买活过了 现在买活CSCD当中 差一点点钱 钱倒是马上够 其他的买活的人 都不是很重要 这哥俩都不是手高的 大屁股有个买活 还管点用 小强这场比赛呢 因为出的是这个疯胀 没直接出A 现在再想出A 我估计是出不来了 这个出的太慢了 这段比赛这个毒龙走的装备 是假腿天鹰大推推 然后出了一根BKB 再下一段准备出MKB 打了一个坚胜的蝴蝶用 小强站在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在等着排队方的眼 排队这个排队方的雾 破雾的一个站位 PG羊带着刷新球了 已经是 跳刀风杖刷新球 大兄弟你蓝不够啊 这个两个大要想连上的话 需要去吃魂界 磕密法 这边是一波开悟 这边有一个双倍神符 这个双倍神符 两边都有眼 能看到 提笔过来控一个双倍 这个控双倍的动作呢 应该是被VG看到了 按理说应该已经是看见了 看看VG这波上高 目前因为兵线不太好 兵线不太好的话呢 这个清兵线的动作被看到了 小强胆子还是大 对方带着宝石 开着雾还是往外冲 冰魂站在自己家高地上 把自己家的这个高地眼排一排 DP现在身上也是 BKB加刷新加冰甲 智力方面 目前这个DP是120点智力 120点智力 被这个小强抽一下的话 是600蓝 没事抽两口还是挺疼的 抽三口就空蓝了 抽三口就空蓝了 这个DP 这样比赛呢 磨到41分钟 双方经济差呢 维持在这个14000左右 已经维持了挺长时间的 这风上吹起来一个马格纳斯 但是对方人有点多 这块萨尔的框大 给的位置一般 DP开大招 开着BKB往里顶 这块马格纳斯大中小强 那一次 小强没有买活 宝石也没了 宝石也被 宝石也被拿下来了 敢不敢上 敢不敢直接上 应该是直接上了 这个大招不想浪费 这里亚龙吐了一个 不知所云的 这个优名剧毒 仗着自己这个技能cd短 大家这里又是一个优名剧毒 吐上来 一个大招怼上去 马格纳斯又一个大 推出来 TP能开出来BKB吗 BKB没开出来 被打晕转晕住 BKB见证无敌 莲花无敌斩 莲花无敌斩 这个TP开起 一个换鞋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看一下TP变身 TP开一个刷鞋 第二个大招 BKB开起来 TP顶不住有点 吃一个奶酪 接着打吗 接着打 输出有点不太够 有点不太够 大屁股这边开大 能不能带回去 好像够呛 应该是带不回去了 TP没带回去 TP有买活 但是TP买活以后 没有变身 剑胜 剑胜这一波 这个大晕垂里攻了 看看这个上路的高地塔 扛不住 小强过来穿刺 开皮 马格纳斯顶刷一个亚龙 TP想到买活 萨尔框大给上 A的一个大招 砸出来 砸中两个 DP怎么说 DP在人圈当中 还在疯狂的吸血 没有吸回来 被打死 Frez是一个残血 在往家跑 这波应该是留不住了 留不住了 但是赛拉被杀了 赛拉的杀戍马被终结 大屁股拿到800多块 不过这波打完了以后 还是赚的 因为逼迫了对方 TP买活 并且TP被打死了 那么TP的经济 等于就崩了 TP目前的经济 只有19800块钱 而剑上已经有了3万 就是领先 已经超过 1万块钱的经济了 TP没有MKB 没有蝴蝶 他跟这个有蝴蝶的英雄 去对A的话 确实吃亏吃的比较严重 小强这里一个穿刺 这个剑剑 剑剑 剑剑 不要闹 剑剑 不要闹 A的大招能不能中 能不能中 能不能中 中了 小强这里风胀 看看TP开始BKB 冲过来 两边都在开BKB 往前追 剑剑的一个BKB 时间应该是比TB的 这个差不多 应该是两个人 差不多 同时结束 那这里再过来追一下 马格纳斯 马格纳斯说了有一个撞 这里萨尔给上一个 那边是这里框一下 一顿输出 皮鞋一个顶 回来 打不死 这皮鞋有点硬 皮鞋天赋上面 加了12点护架 15点力量 一层天赋 加了200生命 23级 身上一个肉装 没有 小3000血 臭流氓 这简直都是一个 TP现在手里面 还有2400块钱 倒是购买活 亚龙接着在家里面的手家 虽然他没什么卵用 看看自己的队友 这波DP活了以后呢 也是赶战场 大招还有18秒钟的时间 这马格纳斯一个大 大都皮上了 不过尖胜直接秒掉了 哎 看一下船长的船 开过来 小强被带走 大屁股 这个时候 看看要不要开大 小强想到买活 知道这个肉山盾放了 的话 这样比赛就没得打了 不能放 那这里看看船长 能不能被留住 船长被冰眼 再加亚龙 留住以后船长凉了 船长凉了以后 马格纳斯现在手里没有大 拴球碎片 拴球也没有 马格纳斯这波顶 还在CT 吹风吹一下自己 萨尔康纳 威士不给的不错 剑上无敌展 TB开启变身以后 一顿输出 带走TDC 但是赛拉有点打不动 打赛拉有点打不动 这赛拉吹起来自己 看一下赛拉 剑上又是跑到后面 去追对方的酱油 过来直接砍死一个亚龙 亚龙选择买活 这马格纳斯刷新 一个大TB 大晕圈 直接锤死 nice 赢了 赢了 Frez一波疯狂杀戮 Frez虽然老娘之前不流埋 但是我能疯狂杀戮 这波打完了以后 威士这根TB 这样比赛赢了 剩下的 这威士 买活死的一个TB 加上 这个亚龙是买活的 然后 自己目前正面站 是一个5打3 推过来的话 VGA应该是直接量了 2比0 哎呦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先上里边直接掏出来一个圣剑 开心一下 反正现在也不可能翻车了 开个圣剑 开心一下 几刀 几刀一个小朋友 几刀一个小朋友 这里还在往前找 还在往前找 这里身上还有肉杉盾 还有肉杉盾 这个地方 是被塔打死了 第一条命 反正这个对方 两个大哥都没活 对方有一个大哥没活 这个肩上过来 直接把肩住 开始散拆了就行了 这里萨尔的一个框大 留住亚龙 亚龙没有BKB 这里给一个推推推出来了 推推推出来以后 看马格纳斯大招 大住两个 肩上过来 开始给输出 一刀 一刀暴死一个小朋友 一刀暴死一个小朋友 这个顶着正甲 直接把对方砍死 这个时候 一百多秒复活的 大屁股和亚龙 还有二十多秒 没复活的TB 泉水指挥官 那这样呢 小强开皮 再被对方的船 撞一下 膨胀吹起来 GG 恭喜VGJ 恭喜VGJT 两场比赛 是2比0 直接战胜了VGA 拿下了 本次比赛 半决赛的第一场胜利 那么这样的话 下一轮的比赛 也就是VGJ要晋级到 最终的总决赛 他们的对手将会是 FNANTIC和OBTIK 其中的 一个 其中的一个 好了 那么这样吧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小大师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这场比赛 先到这里告一段落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带来下一轮的比赛 对战的双方是OBTIK对战 FNANTIC 也是一个BO3的比赛 我们一会儿见 结实际上 没关系 对战 我要 再让这样 我们下轮的 打托